十字路口 左方藍色貨車高速行駛 黑色轎車及踩煞車高速相撞 貨車衝進轉角店家旗樓 車頭損毀 鐵門被撞凹 玻璃碎裂 車子都還在 車子就撞 貨車撞進來 撞進來 那另外一部車在前面 車禍當時差點波及到 一名正在遛狗的富人 看到這起車禍 富人和狗狗都被嚇到了 手中的狗還往後跑 拖著富人 退了好幾步 來到車禍現場 還看得到被撞爛的汽車零件 當時是早上8點多 貨車女駕駛急著出門做生意 黑色轎車趕著去上班 兩台車都沒有減速才會發生車禍 現場就看到一個富人 大概年約50歲 他就受困在他的自小客 自小貨車裡面 他是右手腕 因為右手腕 他被他的椅墊給夾住了 所以他的其他部分 生命真相是正常是OK的 仔細看路口 只有閃燈 但仍屬於有交通規範依循 一直閃著黃燈 是屬於幹道 有優先通行權 閃著紅燈的 則是知道 須禮讓幹道先行 即使如此 通過路口 雙方仍然得減速慢行 像這樣匆匆忙忙 敢送貨 趕上班 撞了上去 還波及民宅 幸好貨車女駕駛送一後 只是右手腕骨折 沒有大礙 記者彭志明 苗栗報導 相部分 由 幫 我們 照顧